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战争是毁灭人性的 很多人认为男人是战争的牺牲品 因为参军的大都是男性 可是战争一旦来临 女性也是逃不掉的 甚至还有很多的女性 代替了男性的位置 上场杀敌 在二战时 就有这么一支80万人的女兵部队 为了国家奋勇杀敌 然而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 二战时 血腥的德国入侵了苏联 当时斯大林带领苏联军队 奋力抵抗 发起卫国战争 可是德国太过强大 苏联根本不是其对手 这场战争让苏联损失惨重 士兵几乎死了一大半 无奈之下 斯大林不得不在全国号召苏联女性 鼓励他们参战保卫国家 一时间就有80万的女性 响应了号召准备参战 经过简单的训练 这些年轻的姑娘就开始上了战场 虽然是女性 但是作为战斗民族的苏联人 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 值得人们尊敬 而有趣的是 当时苏联女兵打仗 竟然不穿裤子而穿裙子 要知道 在野外作战 穿裙子是很不方便的 但是他们认为 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 如果不穿裙子 就相当于打破了传统 是伤风败俗的 这80万的女兵 在战场上非常勇敢 一点也不比男兵差多少 但同样 他们的下场也很惨 只要是被抓住 作为俘虏 德国士兵是不会放过 这些穿裙子的女兵的 他们都会被德国士兵 蹂躏而死 或者直接送去 纳粹集中营 进行折磨 在战争中 苏联女兵 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 她们应该是 最值得人们尊重 和敬仰的受害者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 请点关注哦